非常謝謝成員委員在國糧就職之後 陸續的針對台鐵的直達車 還有捷運 還有四街 不論是在行政院的院會 在民眾黨團的記者會 還有甚至私底下的協調會 都給我們幫助是非常非常的大 也幾乎就是我們大事小事 都拜託民眾黨 都拜託邱成遠 邱總召 畫面上是委託行街區的咖啡店 民眾黨立院黨團總召邱成遠 來拜會市長謝國良 雙方聊起基隆的美食之外 也針對四街和基隆捷運 推動的現況交流意見 那我們認為四街的議題 還是要尊重地方的民意 以地方的民意為考量 然後去保護在環境生態 跟產業發展中取得平衡 來去進行後續的一個推動 我是有聽說但是不能確定 有可能六月底會有環評的會議 那假如六月底會有環評的會議的話 那我也會出席再次的跟環評委員表達 我們之前在基隆市議會以及公開多次所提到的我們的兩點 對於航空產業跟對於生態跟對於安全的一些相關的立場 有關於一些相關捷運後續興建的部分 我們的致富額都願意提高 現在剩下來就是需要一個更長的一個還款時間 那還款週期等等 所以就這個部分我也有請我們的邱克林副市長 在協助幫忙聯繫 只要政府院長一有空 我想我一定非常有意願去拜訪他 所以我有在創造財源 我有做我該做的事 七月份我們的融機移轉代金制度公布以後 我們就會開一個大型的說明會 邀請很多全國各地的開發商都來基隆 多了解一下基隆未來 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增加更多基隆的收入 增加未來我們開發的潛力 這是我要做的 那就是替政府創造收入 但是也是需要降低我們的負擔 媒體也詢問邱成遠是否會參選基隆立委 邱成遠表示如果有進一步的消息 會對外來公布 謝國良說無論邱成遠在什麼職務上 都會給予最大的祝福 我想現在民眾黨內部的提名作業都在如火如荼 我們地方黨部跟中央都在積極的徵詢 這個相關的人選 那我們如果有進一步的消息 會跟大家對外來公布 不管陳遠兄做什麼我都是給他祝福 但是不論他做什麼或我做什麼 我們都是希望未來有更多一絲的合作空間 希望未來跟這個陳遠委員 這位基隆跟你這邊有更多好的合作 讓基隆更好 讓台灣更好 記者黃日升陳淑平 基隆報導 謝謝我用咖啡敬一杯 好